各位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一 7月18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1点22分 那这个礼拜呢 主要要关注的就是 这个星期四的欧盟央行 看看他要不要开始调高利率 这个是整个礼拜里面 最关注的一个事件 所以在这个事件 还没有公布之前 就是这个星期四 之前呢 可能行情可能会比较淡了一点 OK 因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新闻 大家都已经预测 就是说市场已经预测 他可能会调高利息0.25 OK 这个已经市场大概是有印象了 如果他比调高的利率 比这个还要高呢 可能行情的波动度比较大 或者是他选择什么安平不动 就是什么都不做 那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所以主要的还是看这个星期四的 那上个礼拜呢 主要是要关注的就是美国的CPI 就是他的消费者指数 那我们都知道已经攀高到41年的这个高峰 就是来到9.1% 这个比预测的8.8%还要高很多 所以变成了市场呢 现在认为美国央行呢 可能多两个礼拜要调高的那个利息 可能那个力度呢 会比之前上个五月还高 上个月我们都知道他美国央行 有调高率是0.75% 那原本这个在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指数还没公布之前呢 市场都预测 可能美国央行可能还会再继续调高 0.75% 可是经过那个CPI一公布的时候呢 大家已经开始开始在有谣言就是说呢 可能美国联邦储备局呢 可能会调高率是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这个是他历史来调高的那个力度的 OK是比较强的一次 所以大家都在关注 这个那个要等到 这个下个礼拜的27号 那他公布的时间 一般的话都会在凌晨2点 就是我们的 7月28号 OK 美国是美美国时间当然是7月27号 对我们来讲呢 已经超过12点 就是凌晨2点 就是7月28号 所以如果你想关注的话 也可以到时候呢 看看他们调高的力度是多少 那我们先看 先了解一下 上个礼拜星期五呢 行情呢是有个回答 公布了那个所谓的消费者指数之后呢 行情有一个跌 跌了一个动作 然后呢 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回复了 回复了那个 其实当天呢 是先跌后涨 OK 可是呢 他的跌幅呢 跟他星期三的开盘价是大概一致 OK 那星期四呢 在有一个下坡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收盘的时候呢 星期四收盘的时候呢 开始走高 然后呢 星期五呢 就一跳高 就一直一直盘高 道琼呢 有没有看到 道琼来到最高是31288点 而且他的币市价呢 很接近他的高价 所以变成呢 今天呢 可能行情呢 会继续的盘高 因为呢 他的币市价呢 是比较高了一点 所以变成了 可能他那个充率呢 可能短期里面还会有一点点 那这个呢 我认为 如果大家有根据我上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话 我认为 道琼他本身 道琼跟S&P500 可能他会继续的攀高 到星期三 那星期三就是 欧盟央行 还公布的那个 他的利率的一个政策的前一天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礼拜 我讲 主要还是看下个 这个星期四 OK 所以呢 这个美国股市可能 继续的攀高 或者是在盘 OK 可能会盘到中 那个 星期三去 OK 那星期三之后呢 可能行情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的是 是那个反转 那 上面空间 我们看看 他有没有机会再走高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低点在 大概在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三 如果有走高的一个现象的话 可能是 嗯 在这个价位 等一下 大家做一点 就是这个胶位 他上 他上方的一个空间是在 三万两千 三百七十五点跟三万两 大概是三千点吧 OK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比较敏感 如果行情五在这个价位 继续攀高的话呢 可能这个价位呢 看看呢 要注意看看有没有反转的一个讯号 如果有的话 这个空间可以考虑 OK 继续空它 因为呢 星期三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反转的一个可能性 那S&P500同时也是一样 那我们都知道 它的走势是跟道琼差不多一样 所以呢 它的走势也是 跟刚才跟那个道琼差不多一样 星期三公布的那个CPR之后 我行情有跌幅 OK 可是它B4的时候 跟它的星期三开盘 叫大概是一致 然后星期四再来一个跌 OK 在收盘之前 就是星期四收盘之前呢 它的 它开始有一个 有一个涨幅了 那星期五的时候 一开盘就开始走高了 所以这个呢 还是上面呢 可能还会有继续的 判高的一个可能性 那它的走高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是三波浪型的话 可能它的价 它的目标是三千 三 不是 四千 四千零三十点 是它的 一对一的一个比率 或者是四千一百十四点 OK 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这个粉红色 这个空间呢 就是它可能会涨高的 一个可能性 如果是在星期三发生的话呢 在 出现一个反转的讯号 就是在六十分钟 或者是六十分钟以下呢 你看到一个比较 明确的一个反转的 一个讯号的话呢 然后那可能就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行情可能是封顶了 开始要下来了 这个也是跟 道琼的一个看法 差不多一样 那纳斯达呢 那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纳斯达呢 因为这一次 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它的 它的跌幅 没有比道琼 猛 所以变成呢 它的跌幅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相反的 道琼和S&P跌幅 比较跟道琼 跟那个 纳斯达相比的话 它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可能如果再继续走高的话 可能 我们看到 纳斯达可能会带头 OK 所以同样的 这个走势呢 以目前来讲 它的可能性呢 是在 再继续走高的话 可能它上面的空间是 12,461点 到12,771点 这个空间就是 如果可以在星期二之前 那这个就跟道琼和S&P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呢 我认为道琼呢 可能会先封顶 所以呢 它可能会比S&P跟道琼早一天封顶 就是说明天哦 如果明天它走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开始有一个反转的一个信号 可能我先要空的就是纳斯达 OK 这个是比道琼和S&P有一点不一样 它可能会早一天封顶 那继续的长期来看呢 这个还是看了一个 下坡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早盘的时候呢 在亚洲 亚洲早盘呢 它的那个走势是很猛的 因为星期四 每盘它收盘的时候 是比较高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 行情一开盘呢 一开盘就是那个横生 先走高 然后跌 然后在现在呢 在中午的时候呢 开始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反转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看到 行情今天呢 可能会继续的 就是多两天吧 今天可能到明天去 到可能到最多到星期三 OK 如果它可以继续走高的话 那个可能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短期里面的今天呢 我大致上还是认为 走高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 包括明天也是一样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 进场的人呢 可以考虑 OK 短期里面做多 然后呢 保留到星期三 星期四 因为呢 每盘如果是星期三封顶的话 可能我们会看到 星期四 那它一开盘就走跌了 所以呢 要很小心 那这个是上海终合指数 今天有来到一个新地位 OK 上个星期五呢 我们来到 3229点 可是今天找盘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突破就是来到 3244点半 OK 所以变成呢 今天有一点点比星期五的 最低价位呢 还低一点点 然后呢 继续的攀高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60分钟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转 这目前我们看到 行情是在 就是上个星期五的 最高价值是 3288.9 跟它的下方是 3229的那个 价位的空间 如果它突破 3288.9亿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天呢 就是包括明天 可能它走高的一个可能性 是有的 同样的日经指数 今天一开盘 也是这样子 也是走高 所以变成呢 大致上亚洲的股市呢 是因为美盘 星期五收盘的时候呢 是比较强 所以继续的 继续的攀高 那我们都知道 在外汇呢 美元有一点点 获利的一个动作 就是美元对日币 上个礼拜来到 最高是139.39 这个是在7月14号 也就是说星期四吧 星期四我们看到 美元开始封顶 就是短期的一个封顶 然后呢 星期四到星期五 它收盘的时候呢 我们都看到 行情有一个 获利的一个 那些多单的 获利的一个表现吧 OK 所以我看到行情在 今天早上呢 是有点稳定 开始开始有被支撑 同样的 美元开始 开始有一个 逆方向的一个走势呢 也浮现在欧元 欧元对美元 我们知道欧元上个礼拜呢 有突破一块对一块 来到最低是0.9945 那这个是星期四 然后呢 继续的盘 就是开始走回调 这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回调 它不是反转 所以大家就要很小心 因为呢 上面的空间真的是有限 那可能 今天呢 可能会继续同样的 那个星期五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迟早呢 还是会跌回来 那主要要看的是1.0122 如果它可以收盘的时候呢 今天收盘的时候 有突破这个点呢 那可能短期里面 还可能会再继续的盘高 可是呢 它上方的空间真的是有限 主要还是看看 有没有机会做空 那我上个礼拜里 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我基本上是已经是做空的英镑 可是呢 我已经星期四我就平掉了 所以刚好行情都开始反弹 在这个反弹呢 可能会继续到今天 今天之后呢 可能就可能会就封顶 上面的空间是1.1967 如果它没办法收盘的时候 比这个价位还要高的话 可能呢 它上面的空间 可能就就非常非常有限 主要还是要看跌 那黄金走势呢 短期里面呢 是有一点疲惫了 上个礼拜呢 我们看到黄金呢 突破1,700块以下 来到1,760 有没有 1,699块2 OK 所以变成呢 短期里面呢 好像贵金属呢 短期里面是有点受损 OK 因为美元太过强了 所以变成呢 行情呢 是在走跌 OK呢 可是呢 今天有一点点要反转的 一个可能性 因为呢 星期五的最高价是1,716块 6毛3还要高 如果有的话 可能这个就是第一 第一个讯号告诉我们 可能短期里面 黄金呢 可能已经碰到底了 可能继续的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 一个可能性 可是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贵金属它本身呢 最近我们所看到的价位呢 一直要走低 所以呢 是否黄金已经碰到底 我们还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看得到 那个可能性 所以变成了短期里面 还是保留 看看行情走高 如果它可以继续的走高 多两个礼拜的话 它可能就会比较稳定 以目前来讲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没有出现 那银呢 会比较稳一点点 比 银是比 目前是比黄金还要稳一点点 因为呢 没有突破新的 新的地点 虽然它来到18.145 所以呢 变成呢 这个是上个星期四的一个最低价位 星期四之后呢 行情就已经开始走高 而且呢 星期五的最高价是18.782 现在呢 行情已经有两根棒形 已经超过这个点了 这变成短期里面 银的 银的那个走势 可能会比较 会比黄金还要稳一点点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 它的反弹的力度有多高 那短期里面 它的 要比较关注的一个价位呢 OK 就是在19块412 这个价位呢 是比较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 所以变成了行情呢 其实呢 它的涨幅还没有很确定 虽然是短 短期里面已经开始开始出现 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可能性 可是呢 在日图 在周图里面 周图里面 还没有很明显的看得到 所以呢 短期里面还是保留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走低 所以呢 这个短期里面还没有很正确的 可以跟大家说 航行已经反转了 那比特币它本身呢 因为呢 股市 美国股市开始 开始反转嘛 所以变成呢 它也星期四的时候 星期五 这个是 昨 这个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呢 行情有一个比较大的 很明显的一个涨幅 而且这个是短期里面呢 在21210块的一个价位以上呢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最近的高价就是在昨天嘛 昨天来到21667块1毛 所以这个是昨天的价位 如果这一波可以继续的走高 而且在B4的时候 今天B4呢 可以在这个价位以上呢 这个就是给我们短期里面的一个肯定嘛 行情可能已经短期里面 因为道琼跟那个S&P的稳定呢 可能会维持到下就是星期三 所以主要还是看星期三哦 因为星期三是我刚才跟他讲的 道琼跟S&P他本身呢 可能会有一个封顶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他相关性是跟美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 主要还是看纳斯达 因为纳斯达可能是明天就封顶 所以呢主要还是看纳斯达的走势 如果纳斯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的话 可能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比特币 跟别的加密货币 所以呢空间不是很大 ok就是说呢上方的空间 如果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60分钟的一个图案呢 有一个反转的话可能我们就要跟 跟住那个走了 那比太郎 以太郎当然是跟住 比特币主要是走高 而且呢他已经突破 这个所谓的星期天的一个价位 ok 星期三呢 就是星期天 最高来到1386.5毛半 所以变成呢他像目前呢在上个 上个小时 就是我们看到很明确的一个比较比较猛的一个 一个一个所谓的涨幅呢 而且他闭市的时候呢 已经突破在1412块 所以呢这个短期里面是一个比较 比较可靠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是Ripple Ripple呢有 其实我星期五的时候也有做多 我就流畅到星期天也 我也 我也离场了 ok 那 最高呢是来到0.3610 这个是星期 星期天的一个高价 ok 那 现在看起来好像他要突破 这个星期天的一个高价在0.3610 如果可以继续的走高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也是不错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呢 这一个礼拜主要的新闻是 Ripple他 他跟美国的那个所谓的管理局呢 好像有一个和谐 本来是调查了好几个月 就是看看 可能 他们只是被罚 ok 所以被罚呢好过 被取消 ok 所以变成呢 也算是一个赢吧 ok 那因为这个官司已经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阶段 已经 已经 已经说他跟 啊 监管局呢 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 啊 明朗的一个收场 导致呢 他行情呢 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哦 那 Cardano呢 啊 目前来讲 还是在 啊 攀高 可能会 啊 继续的往 昨天的高价是0.4658的价位 继续的 继续的埋进 ok 如果他可以继续的走高的话 这个短期里面也不错 可是还是要看明天了 ok 那明天的NASDA的走势 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虚拟货币这个空间的那个走势 啊 然后呢 这个是Solano Solano呢 目前还没有突破昨天的高点 昨天高点是41.08元 这目前呢 已经在探测这个这个昨天的高价 看看能不能突破 所以短期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看呢 目前比较稳定的就是以太郎 ok 以太郎的 他的结构呢 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所以如果想要做多的 可能会选择做以太郎 ok 所以变成的短期里面 主要还是看今天 明天啊 如果是NASDA峰顶开始下滑的话 星期三开始可能就 继续的 继续跟着 NASDA走低了 所以不管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主要是美股的那边呢 我看一一旦那个欧盟央行公布他的 历史的那个政策之后呢 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应 所以主要还是看星期四 记得了星期四欧盟央行呢 可能会在利率那边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那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